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派市民提早来到会展等候入场 有人带备行李行 成人门票今年由25元加到30元 小童门票维持10元 三岁或以下 65岁或以上人士免法入场 今年书展首撤国际文化艺术囊 展示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品 主办的贸法局说 有信心入场人次会多过去年的85万 中学民朋友放榜 大约42人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 四个状元分别来自三间中学 黄引书院和德莫学校各有一个人 食宝罗男女中学就有两个超级状元 考获七科五星星 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考到五星星 其中一个人已经获英国剑桥大学取录 修读自然科学 另外一个人立志成为医生 将会报读本港医学院 很多人觉得状元就一定去读医 但其实真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兴趣 我都没预想过自己会考到状元 所以一直都是做医生为我自己的目标 希望用自己一直累积的知识去帮助人 而我觉得做医生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方法 而且在香港其实很多 无论香港最后一个医疗体系 是很发达的地方 很多人都会来香港去看医生 所以你服务的其实未必只是香港人 去外国读书固然有它的好处 其实对于认识不同种类的人 甚至是学习他们不同的学习系统 其实对自己都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学习 其实都可以有助未来 可以贡献社会 成为一个科学家 去为我们的世界或者我们的社会 去做出一些成果 而在深水埗的一间中学 学生早上到学校领取成绩单 有家长陪同子女一起迎接放榜 今年有大约42,000几个日校校生 认考中学民朋友 若是17,400人考获符合本地大学入学要求 即是中、英、素、通式核心科 考获至少3322 加一科至少二级的选修科成绩 放榜之后 校生可以在星期四至到星期六 在指定时段到大学联招网站 修改课程选择 而联招结果将会在下个月9日公布 有校生说放榜之后送一后期 Bestfire 31分 入到自己想入的课 都问心无愧 Pastsever基本上DSE这么多届都粗了 补习也有补两三课 花的时间当然比学校考试多很多 所以最终考到成绩都应该符合付出 松了口气 因为始终你放摩之前 都不会知道可能无端端有一科失手 不过最终都大步难过 不错 都有理想的成绩 当然可以做好一点 上课的时间当然少了 但是都是靠自己 自己要努力找多些集 上课 其实只要 譬如上网科的时候 自己多用心 不要学习某些人 输在其他地方 走去打机 其实都OK的 休息回来有其他的消息 稍后再见 新闻事件先看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中午收视报 18782点跌233点 半日总成交549亿 最会有港股中午收视价 赢富基金是跌2号3 恒生中国企业跌8号 腾讯控股跌7.2 阿里巴巴跌8.5 南方恒生科技跌6,6 美团跌3.1 有帮保险跌6 京东集团跌3.2 比亚迪股份跌8号 汇丰控股升5线 其他主要南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升5线 有帮保险跌6 中移动升4号半 港交所跌2.4 煤气跌1线 人民费柜台最会有港股 以人民费计价 腾讯控股跌5.6 中国平安跌6.5 中国海洋石油升2号 中国移动升5.5 阿里巴巴跌4号 中银香港跌1.5 有帮保险跌1 小米集团跌1.2 商汤母气跌 吉利汽车跌1.1 恒生科技指数4058点跌70点 互港通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余额有379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互股通每日额度余额大有548亿人民币 至于深港股的额度使用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余额是有378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深股通每日额度余额大下有530亿人民币 内地股市 上去A股跌8点 上证组合指数跌8点 深圳A股都是跌8点 深圳成份指数跌56点 公信博说 内地工业化指面临需求不足等的挑战 将会加紧制定10个重点行业的稳增长方案 扩大有效需求 并装大新兴残业 但从趋势上看 我国工业持续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宏观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加快落实出境汽车和家居消费等政策 加紧制定实施汽车、电子、钢铁等10个重点行业 稳增长的工作方案 加快发展5G、智能网年汽车 其他消息 中央港澳办专任夏宝龙 接见仿经的民政及青年事目共享麦美娟 麦美娟总结行程时候应用 夏宝龙非常重视特区完善地区治理工作 人民清局在去年7月1号成立之后 我们第一次访经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 特别拜会了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也向夏主任报告了 我们刚刚在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方面的工作 港澳的工作我也有向夏主任介绍和报告 主任非常重视我们在完善地区治理方面的工作 也都盯着我们要发挥好区议会 在基本法97条里面所提的咨询的功能和服务的功能 充分地令到区议会可以掌握民情民意 协助特区政府的施政 另外麦美娟说 打击假新闻假资讯相关政府研究已经进入尾声 对于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曾经说 如果问题可控就不需要立法 麦美娟说局方收到报告之后会审视顾问意见 强调最重要按本港情况用合适方法处理 立法会福建考察团展开最后一日的行程 议员上午到访福建占贸区的厦门片区 占贸区2015年成立 面积一共有118平方公里 相当于大约两个全湾区 目标是成为区内航运、金融、贸易中心 透过电脑系统和智能监控、自动调动货柜、船载等等 提高物流的效率 考察团下午将会到访华侨领袖纪念馆 并同厦门市台港澳办代表会面 夜晚结束5日的考察回港 海外彭建华 民感度口岸恢复客车入境通关 民感度跨境巴士服务也恢复 民感度早前出现地面沉降 暂停所有车入境内地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公布 经常收同全面安全评估之后 恢复入境内地客车通关 包括小车和大客车 至于货车何时恢复通关就另行公告 在上水广场外的直通巴跨境巴士站 燃运商贴出服务恢复的告示 巴士恢复经文感度口岸 不用兜路,行乡圆围 大约每10分钟一班斜 中学民彭氏放榜 大约42人考获入读大学最低要求 4个状元分别来自3间中学 黄饮书院和德莫学校各有一个人 食堡罗男女中学有两个超级状元 考获七科五星星 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考到五星星 其中一个人已经获英国剑桥大学取六 修读自然科学 另外一个人立志成为医生 将会报读本港医学院 很多人觉得状元就一定去读医 但其实真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兴趣 而且我也没想过自己会考到状元 所以一直都是以做医生为我自己的目标 希望用自己一直累积的知识 可以去帮助人 而我觉得做医生其实是一个很直接的方法 而且在香港其实很多 无论香港在一个医疗体系很发达的地方 很多人都会来香港去看医生 所以你在服务的其实未必只是香港人 去外国读书其实固然有它的好处 其实对于认识不同种的人 甚至是学习他们不同的学习系统 其实对自己都有帮助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学习 其实都可以有助我未来 可以贡献社会 成为一个科学家 去为我们的世界 或者我们的社会去作出一些成就 而在深水埗的一间中学 学生招造发酷校令取成绩单 有家长陪同子女一起迎接放榜 今年有大约42,000多个日校考生 应考中学民凭市 大约7,400人考获符合本地大学入学要求 即中、英、素、通识核心科 考获至少3、3、2、2 加入科至少2级的选修科成绩 放榜之后考生可以在星期四至星期六 在指定时段到大学联招网站 修改课程选择 而联招结果将会在下个月9日公布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说 全港专上院校 今年合共提供大约4万5千个学额 并陆续开设 同时与时并进的学科 相信能够吸引考生留在本港升学 我们虽然是七百多万人的城市 但都有五间一百强的大学 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 其实在全世界来说都非常优质 我们相信我们的同学 也都提供很多不同的学科 包括现在其实最需要的社会 最需要的一些STEM相关 或者我们香港八大中心的发展的相关学科 都有很多选择给同学 都是会很愿意留在香港 当然有些同学有自己的计划 我也都很鼓励他们多些去见识 并问及今年 是近年状元数目最小的一届 却连强调 过去三年疫情 学生、家长和老师都付出不少的努力 各学科取得优异成绩的校生 比去年多 整体表现也是更加平均 下届民凭市开始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将会取代通识科 蔡日蓮说 公民科、课程和内地考察团都顺利举行 预计至到8月底 有大约4万5千个中学生 完成内地考察部分的学习 中央港澳办转任夏宝龙 接见房间的民政及青年事目共享 等麦美娟 麦美娟总结行程时候形容 夏宝龙非常重视特区 完善地区治理的工作 文青局在去年7月1号成立之后 我们第一次的访经 所以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 特别是拜会了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也都向夏主任报告了 我们刚刚在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方面的工作 关于我们的工作 我也有向夏主任介绍和报告 主任非常重视我们在完善地区治理方面的工作 也都领祝我们要发挥好区议会 在《基本法》的7条里面所提的咨询的功能 和服务的功能 充分地令到区议会可以掌握民情民意 协作特区政府的施政 另外,文美娟说 打击假新闻、假资讯 相关政府研究已经进入尾声 对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曾经说 如果问题可控就不需要立法 文美娟就说 局方收到报告之后会审视顾问意见 强调最重要按本港情况 用合适方法处理 专体D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中午搜射报 18,782点跌233点 总成交549亿 最汇约港股中午收市价 盈富基金跌2.3 恒生中国企业跌8毫 腾讯控股跌7.2 阿里巴巴跌8毫半 南方恒生科技跌6,6 美团跌3.1 有帮保险跌6 京东集团跌3.2 比亚迪股份跌8毫 汇红控股升5线 其他主要蓝策股表现 汇红控股升5线 有帮保险跌6 中移动升4毫半 港交所跌2.4 煤气跌1线 恒生科技指数 4058点跌70点 内地股市 上去A股跌8点 上证组合指数跌8点 深圳A股跌8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56点 现时一包香烟的烟税 大约50元 但市面上部分品牌的香烟 零售价较烟税还要低 这些所谓白牌烟 与以往讲的鲜烟有什么不同呢 它们是如何流入香港市面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政府今年5月上调烟草税第三成 现时每包烟的零售价 大约增至73元 当局刚刚展开 为期一个半月的控烟策略公众资讯 建议再调高烟税 每包烟的零售价 有机会加到100元 加烟税是否能够令到市民加烟呢 二家日包烟加上大约50元烟税之后 成本大约是61至70元 不过我们留意到市面上 部分牌子烟的零售价较这个成本价还要低 这家位于油麻地的连锁便利店 有多款不同牌子的烟发售 当中摆在左边的是比较多人识的传统牌子 这些烟多少钱啊 这些不需要吃饭 至于右边的牌子 以往较少人认识 每包售价一律54元 如果一次过买整条烟 售价更加吸引 一条只价四 一条只饭 就是四十五四文日包 店员说价钱便宜 很多客人都会买 近期已经加了价 有些人是吃虚这些的 主要原因便宜一点 为了1400元 为什么零售价比烟税呢 报返协会说这些叫白牌烟 烟商会先循正常途径 入口少量批斥 并缴赴烟税 给品牌可以合法在市面上发售 所以烟包上也有政府警告字眼 但同一款的烟 烟商之后会透过其他渠道入口 再冒充为以缘税的烟 在香港出售 但从烟盒包装 烟文难以分辨有没有缘税 前线的执法人员主要就是做源头堵截 就是它拉到有几多不发的烟 比如拉了一季十季 这些是源头堵截 但原来有无数的一季十季 已经从另外一些水落路 入了香港 留了出市面 它们前线的执法人员 其实都是很难分别 这包烟是真真正正有缘税 并没有缘税 除了实体店之外 更加有网站以低于烟税的价格买烟 一包烟的价钱低至25元 售价只是烟税价钱的一半 网站介绍 这些是免税香烟品牌 可以用最优惠价钱出售 更加表明口味有问题 可以免费退换 化名陈生的他吃了烟20年 他说曾经试过转食平价烟 不过始终不习惯 其实都试过的 但是会觉得质素没有原水香烟那么好 因为其实他们俗语就会说 没有那么純 你会感觉到可能 食同样的烟 你的喉咙会更加长烈 或者感觉不舒服 因为某程度上 其实吃烟跟不喝东西一样的 都是很个人口味 他们觉得可能 虾密瓜味OK的 他们就居然虾密瓜 但是我自己都信不得 就没有吃这些奇怪的味道 他说20年来 由最初二十几元一包烟 到现在七十几元先一包 加了足足五十元 但由于每次加幅不算太大 又未令他下定决心戒烟 他反而留意到身边不少朋友 因为元税的烟比较贵 都已经改变习惯 转买白牌烟 都是朋友吃的 都是一些不熟的牌子 都有朋友吃的 其实我觉得价钱问题 因为其实当一个人平均 一日两日三日一包烟 其实每日省回二十元 其实可能一个月都省回几百元几百元 我主要觉得是烟碎的问题 所以大家会吃白牌烟 或者一些美元碎的香烟 陈先生说除了价钱便宜 白牌烟更多了很多口味 比烟民提供不同选择 它的质素已经追到香港买的烟 我想吃烟都是价钱和质素而已 如果跟香港市面买的烟一样的话 都可以考虑的 很多不同口味 多到凤枣 五花百满 所有的味道都很奇怪 例如薄荷很浓 可能很轻 可能现在今时今 不同的薄荷味 水果味都有的 其实要什么又什么 推销这些不发的烟 林祥夫就向我们展示 一些在屋邨派发的单张 见到有橙味 甚至红酒 巨峰提子味等 公然宣传白牌烟 这些就是我们在市面上 屋邨随手可以收集回来的宣传单张 你看多美轮美碗 其中有些烟是卖到180元一条 为什么它可以卖18元一包呢 因为它们不用要税 一包这些烟在一些东南亚的山寨厂 它们去订回来 其实它成本可能是几元 政府今年五月上调烟草税大约三成 现在每包烟零售价大约增至73元 当局刚刚展开为期过半月的控烟策略公众资讯 建议再调高烟税 每包烟零售价有机会加到100元 林祥夫认为政府再加烟税的话 会令更加多人买白牌烟 导致更多走私活动 今年加了30个 比如说烟了税之后 整个市面 在这个白牌烟的兜售的情况 是比去年增加了很多 大的集团 就会有事一些屋邨的 比如家庭主婦 甚至乎现在暑假 他们可能会叫一些年轻人 帮他们去做散伙 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翻查世卫2021年发表的报告就说 在实施高烟草税的国家 非法烟草买卖比率 反而普遍低过烟草税低的国家 香港级烟与健康委员会认为 反映没有证据显示 烟草税和白牌烟有因果关系 又说政府提高烟草税的同时 应该在多个不同层面打击私烟活动 海关其实是面对现在市场上 一些白牌烟出现的情况 除了在情报搜集方面要加强 也都要更加需要留意 在零售市面的层面 如果某一些品牌的烟草 是用一个不合理地低的价钱 我觉得海关方面更加需要加强 这个巡查和去检查 去了解这些烟里面 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 未完碎的烟是吸进去的了 针对零售业界担心 加烟税之后会增加私烟活动 医务卫生局正是研究 在每包完碎的烟 甚至是每支完碎的烟上面 加上标记 汤秀齐认为当局要同时研究 如何推动市民举报才能够事半功倍 如果他们的手机里面有这种程式 掃一掃 这个是不是完碎的烟 第二如果他们发现 在零售点上掃了之后 发觉原来这个是未完碎的烟 其实他们也都可以去举报 这些这样的零售点 令到香港真的不会有一个污名 就是说有很多未完碎或者走私烟 在市场上出现 现在部分白牌烟 没有显示烟草成分和产地等资料 有别于主流烟的品牌 汤秀齐表示吸烟人士 购买前也都要三思 可能是来历不明 也都是可能不知道 他们是在哪里生产 甚至可能他们是一些 所谓无牌烟 而他们生产的地方 卫生情况如何是无人知道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白牌烟 除了对香港的法制 就是这个税收货方面 有一个影响之外 其实对市民的健康 更加是形成了一个更加大的风险 海关回复本台查询时刻说 海关不是在市内各区进行监察 加强情报搜集工作 密切留意私烟活动的最新情况 如果发现有违法行为 定必采取果断执法行动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到 再见